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真想在这里多吃几餐 多睡几晚 看看有没有可能越活越回去 不过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始 应该找杯咖啡来提神醒脑一下 免得一大早就做白日梦 从关子岭顺着175县道往南开没多久 可以到东三乡 那里是南台湾的咖啡重镇 要喝好咖啡不但要找对地方 还得找对人 这一整大片都是咖啡园的样子 而且咖啡树长得比人还高 赖大哥 喂 喂 你这啊 从那边下来 从那边下来 这边可以下来喔 可以可以可以 你开始干财了喔 那个路不好走啦 好 会滑你慢走慢走 好 有看到我吗 喂 喂 太辣哥 你开 你开始在这边采了喔 哇 这些都是咖啡栋 对 对 红色的呢 很漂亮 这咖啡红 就是现在都是采出咖啡的时候 所以红色这些都可以 满 都可以采了 可以采了 就是这个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这个可以 嘿嘿嘿 这样子就不可以 那就沿下来 这个就要丢掉了 那个不要了 喔 好像很红的才可以 红红的 好像黑金珠 这样才可以采 可以采 喔 现在等于采 第二第三次了吧 对对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 平常说啦 咖啡红是差不多10天采一次 一循环 一循环 10天左右 寒流来的话 它的成熟度就比较慢 天气比较舒爽的话 它成熟度就比较快 像这一棵就长得很漂亮 都是红红的 对对 那有的为什么像这样 黑黑的 这个是被害虫吃到吗 那个黑黑 那个不是 这个不是吃到 就因为就是巴巴台风 这个被它 台风吹的时候 碰到了 就不成长了 不成长了 喔 还有为什么这个 你的咖啡红 这边看起来很大 这边大概多大 面积大概一甲半吧 一甲半 一甲五分地 结果都十几年了 那这个咖啡树 一定要种在像这种山坡吗 因为这个咖啡 也是它的鱼的食性 它成长的地方 就是要坡度 比较好 排水量要好 温度 也要好 最好的是 日月温差 比较大 因为这个咖啡 要有灼韵 不要入帅太多 也不要入帅太强 结果咖啡以后 成长起来 它的品质是很好 那咖啡树 它最高会长多高 这个是已经很高了吗 结果还是算还好 不是算很高 因为结果刚才我们说 那个弯弯那个 它就生了咖啡豆 它的复活量不够 它就会弯下来 好像我们结果咖啡豆 依照我们东山的咖啡 这个不是最大的 这个已经最大了 你说是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今天实在应该会大风收 因为看到很多都是红红的 对对 我这一栏应该可以全部采满 可以啊 我采满可以带回去烘焙来喝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吗 我们一贯作业我们都有 一贯作业 自己要喝了咖啡自己采 待会自己烘焙 好不好 好 我把这一棵都采掉了 因为这一棵全部都红了 全部都红了 红了都可以采了 东山香是台湾咖啡最大的产地 赖大哥告诉我 日据时期 日本人觉得台湾的土壤和气候 相当适合种咖啡 于是引进阿拉比卡品种种植 有位东山香人 曾经在日本人的试验农场工作 把种苗带回东山 后来咖啡树在山林里自然散播 香人一直把它当作野生浆果 没把它当作作物 赖大哥是第一位转种咖啡的香人 还被推为咖啡产销班的班长 他的咖啡送到美国咖啡研究中心鉴定 获得极高评价 据说等待评价结果的三个月 他简直习不安枕 索性评价结果让东山咖啡扬眉吐气 看看赖大哥烘焙咖啡的神情 俨然一袋咖啡中将 至于有多好喝 等一下就会知道 大仙寺是台南第一古叉 位于台南县白河镇枕头山路 也就是关子岭群山的铭鱼 是国内佛教九大门派之一 寺庙为参策禅师于康熙年间创建 历史教碧云寺为早 故称为旧岩 碧云寺为新岩 大仙寺祖寺释迦摩尼 观音菩萨三宝佛祖地藏王菩萨 建筑经多次改建 仍维持中国北方寺院风格 整体环境树木整洁 现为三级古迹